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成黄土荒原 也留下这片美丽的错误 OK 好不错 好 很好 白猴姆撒卡到美国结婚去 疫情打乱出过行程 婚纱照也不能输 很想一起去美国大峡谷 然后一起去那里拍婚纱 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 在网路上爬文 然后就有看到这边 就真的很像那边 很像 非常像 会叫做雪牛坑不是没有道理 但为了傍晚附近人家 放牛吃草 野牛成群结队 大都市肯定看不到 近看美国大峡谷 远看敦煌蒙古 大饱眼福外 还能胜利其境 驰骋美国西部 高地落差定型 碎石加上小水坑 越野好手寻求刺激 化身狂野牛仔 人满足了感官体验 也要记记五藏庙 上车夹满游 再往北走 红白箱间大骨仓 占地千坪 绿地牧场 浓浓 异国风 就像戏部电影片场 整座搬过来 苗飞美国牛仔 真的很疗愈 坐在户外露台 悠闲看美景 为一天行程画下去点 而想出国 台中也有古堡庄园 让你一秒飞欧洲 砖瓦打造古欧洲建筑 墙上爬满绿色藤蔓 湖畔还有小桥流水 悦而料明 来到台中 新设古堡庄园 游客进行体验 未出国 国内像未出国一样 像那个桥啊 城堡啊 拍起来都好像国外 湖中央石砖气城拱桥 就像是台版康桥 而拍照打卡热点 还有这里 过步间 增舍木栈道 走入蝉蝉流水 迷雾世界 宛如梦幻仙境 走到后方 还有一片落雨松 拍美照同时享受 大自然远离城销 而同样在新设另一处秘境 踏入花园餐厅 梦幻玻璃屋 被满满绿色植栽包围 像是走进一座小森林 做成一个自然的花园 然后让住在都市里面的人 可以在假日的时候 来到这边可以来清净自然 梅花花瓣随风飘落 后花园满地梅花雪 不仅仅制宜人 料理也很讲究 老板在法国待了六年 自己研究料理法餐 凭着记忆 然后上网当然找点资料 就慢慢慢慢把一些 这种口味 就在这边复刻出来 切开樱桃鸭超级juicy 搭配美果酱一起吃 更对味 而杨小牌则先用迷迭香 腌制后再输肥 感觉像在法国一样 就算不在法国 也能享受浪漫风情 而若想来点东方紧致 往北走 桃园也有神社建筑 高耸鸟居牌坊 还有石灯笼 铜马走进祠堂 神桌凤纳桑 也完好留存 甚至还可以租借浴衣 专人造型 换上浴衣走进桃园神社 仿佛上演了穿乐剧 不但过去的日式建筑 完整保留 就连参拜前的手水社 都可以正常使用 进入手水社 正常程序得先敬礼 接着洗手 漱口 冲洗手柄 以示近身 桃园中列祠神社 是现今全台最完整的 昭和神社 日治时期 黄明化运动开始筹建 国民政府来台后 增设中列祠得以保留至今 日本国境外 唯一保留最完整的 一个日本神社 国民政府进来以后 希望把它改成中列祠 那时候就希望就说 是不是有一个 折冲妥协的一个方法 而可以实际体验的 还有日本传统 手作课程 一直很喜欢日本 然后我也就是 很想要吃水性玄柄 我自己上网找 其实找不太到 唐子英花百合花 在水性玄柄中 经营透亮 除了满满成就感 还能深度体验日本文化 国境未捷旅游受限下 做好功课 畅游台湾宝岛 也能环游世界 八岛新闻 综合报导